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 中国歼16性能先进 攻击力也十分强大 连美国F-151相对比也被秒杀 如今越来越多的军迷 谈及中国的空军战机 总是表现得十分激动 不外乎因为中国在空军战机这个领域不断地研发创新,以及相关不足的改进,让许多中国战机性能也十分先进,而这些先进的性能,无疑被嗅觉灵灵的各国,还有各路军迷发现,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对中国空军的报道,一直持续跟进,已然成为军事武器中的流量化弹了,战机的消息总是被各路媒体争相报道, 其中就准备展开研制的战机,以及加以改进的战机,还有就是研制成攻守飞的战机了,其中目前最热门的的不外乎就是歼16了,不少军迷应该从中国对其研制出就开始关注了,其还装备性能强大的向控阵雷达,对于隐蔽的威胁歼16可以迅速地做出判断,且歼16作为一架空炸机,在攻击力方面,也可以从装置的外挂点武器数量, 还有客挂载的一些武器分析来看,可见一般,不少网友军迷表示,这些武器外挂点如果可以挂载一些性能强大的反舰导弹,如鹰机83,这些或者其他性能的导弹,歼16这架空炸机的攻击能力,就是美国的F-15E,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, 毕竟,F-15E虽然性能十分优秀,但是在攻击力方面,也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,而歼16虽然也有要发展的空间,但目前可装置的武器,和武器数量来看,歼16的研制还是十分成功的, 随着歼16的面试,以及性能相关的分析,也越来越多,外界人士对其表示相当高度的赞赏和肯定,也表示了中国在空军战机这个领域的成功。